好,我们继续讲词汇部分的第24组,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就是词汇部分的最后一课 大概一共咱们讲了是24课,每课有20个左右的单词,500个左右的常用词 目的呢,咱们第一节课已经说清楚了,就是为了让大家练字 其实记住多少,目前来说还不重要,记住最好,没记住呢 咱们这阶段的课呢,其实就让大家能够认读满文的单词,并且熟练的书写 我们今天讲这个最后一课,咱们这个会读词跟会说话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我们这个留在下一阶段或者是过程中,跟大家在一起交流 我们把这个24课先讲一下,24课的词汇我们讲草木 草木类 这个 这个 Urho 就是草,小草的草 Mo 就是这个这个,你写的这也行 Urho Mo 是木头,或者是树,都是它,树的总称就是Mo Urho Mo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词叫做 这是一个单音节词,达根本,就是根部,对吧?这个树根 这个Mo yu da,什么这这这,有一首歌是天是阿卡,地是哪,就是合根,根是达 那我就来第一个词吧 看看这个词 改做一下这个造词的,或者是这个思维,这个语言的思维 这个Ur,这上面就是Urho Urho加了一个da,就是Urho跟da连起来了 连起来这个词叫做Urho da 这是一个新词,跟Urho跟da有关系吗?不能说没关系的,啥意思? 它肯定不是草根,草根,我就不这么说了 我肯定会说Urho i da,草的da,跟Urho da的意思是人生 东北的特产Urho da,看上去就是草根,人生本身也是草根 看第二个,看第二个 第二个连接Urho,Urho加了一个d,Urho,Urho是什么?Bn,Urho bn,Urho bn的意思是茅草,茅草 一个比较遍为甚麼? 比如說Urho bnb open,毛草的房子就是甚麼呀? 毛 UP,草房唷,以前的澎湖 Urho bnb broadband,毛草 Isso pagi не знаю, потом и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谢谢 读文献的话就不太常用 读文献还是要用 我们蕴 es Lis 这是什么? 这是卜是卜 卜 卜 这一字,叫WUHU 下面这个词吧,东西还没见过 但是还是得教 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没搜 讲课再搜一下 这是hī hī后边有一个字下一次读到 尹,hiba,它叫kiema 一个h 54-Ri ğinari bigジ american é就是一种植物 我只能接受到这个,我也说出来这个名 它叫杏菜 refers to this 左右材质 层次杏菜 就是杏菜 这个是窈窕春雨 这个要是读文学作品 肯定能碰到 下一个要认识 这个挺重要的 因为这种植物可能也比较重要 沙丝西苏苏苏 下面是长牙 随什么?哈 随哈 随哈的意思是艾草 艾蒿 就是我们当地叫艾蒿 这种蒿子 据说有很多作用 比如说晒干了之后 点着可以驱蚊子 在一些地区 包括成德地区 在端午节的时候 早晨要去采一些艾草 放在这个门的两边 或者是门框的上面 用于这个 驱病的意思 一种意愿 也是一个当地的民俗 随哈 再看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其实跟它的成品是一个名 这个词是很早就有了 因为咱们这现在这个 咱们现在这些词都是选自这个乾隆时期的清文件 所以这些词可能当时就已经用了 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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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吸的这个烟也是达巴蛊 达巴蛊 同一个名词 达巴蛊 好像跟日语啊 蒙古语啊 都差不多 达巴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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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就是 这下边两个人来点 Jack Jack什么 D Dat的D N Jack dan Jack dan的意思是松鼠 松 松鼠 他也是一个 有一个亲国有一个人 叫做Jack dan 这个文学水平非常之高 那个 满文版 满文版的聊天之一 就是这个 Jack dan组织 翻译的 他翻译的 他还有很多诗作 据说目前在 是美国呀 还是 哈佛大夫 还是英国的 我忘了 那 恰当天听朋友说 也是发现了 这个Jack dan先生的 以前的很多诗作 现在还没有面诗 以后我估计会读到 Jack dan 松鼠 看这个 这可能是个汉语词啊 这个 插车气球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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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猫 出色猫 出色猫是什么树啊 出色 出色猫是竹子 啊竹子 就叫出色猫 竹子 啊 也是一种树 看下一个 哈嘎哈的哈 下个雅长雅 所以在这 海 还有什么 拉恩 海滥 海滥的意思是 鱼树 鱼树 在有一些地方呢 也用这种树来 指代所有树啊 鱼树 就是海滥 有的人 有的地方也说树 就是海滥 可能它那个 这个不一样啊 跟这个 北方有一些民族都是这样 如果它这个地方呢 它都会以某一种 植物或者植物 称这一个所有的植物 作为统称啊 海滥就是一种现象 比如说有的地方 这边树 你问它 树是啥 它说海滥 有的地方问 问说树是啥 它说佛多佛 佛多佛其实是柳树 我们写的呀 就是它用其中的某一种 指代所有的 但其实所有的都是猫 看这个柳树怎么写的 柳树 这是这个 这是柳树 鱼树是海滥 柳树是佛多佛 这个柳条 柳条边 知道吧 这个屈辱的历史 看一下这个柳条 柳条是什么 这是柳树 柳树 柳树 这是柳树 柳树 柳树 柳树就是柳条子 柳条 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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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其实第一课讲完阿玛拉的时候就应该会了 这是マムミモラルリロムロ ムロ是封数,是封数的意思啊 ムロ 这个下一个词,哎,下一个词还有,还挺好玩的 下一个词叫做 哎呀,这个每个词都有故事啊,掌握得越多越知道很多故事 这是呼呼呼的呼,萨斯西的西,呼,各位看啊,西后面那是哈,呼西哈 呼西哈的意思是山河头 咱们现在吃的河头通常称为家河头,或者叫什么绵羊河头 这是山河头,比那根要小,呼西哈是山河头 在鸾平县,成德市的鸾平县有一个镇,叫做呼西哈镇,呼西哈就是来源于这个呼西哈 至于为什么它叫呼西哈呢,说白了,这个很多地名啊,取得都非常偶然 可能就是一堆,对吧,一堆人,清军也好啊,满洲人也好啊,到这地儿,哎,这地儿看到一片山河的德了,这地儿就叫呼西哈吧 然后这个地面就沿用下来了,成德地区很多的蚂蚁地面,什么什么呼西哈呀,安春宫门啊,什么,什么 这个,巴克什营,是吧,巴克什营,很多这个蚂蚁地面 呼西哈,这是,然后我们这个,再学一个叫 这个叫,这个叫itanataataa Thep plein metro 这个词啊 Ва вв的V,渣urg Turbo 所以所以说他的读作VG,VG Thep plein metro VG的意思是山林,就是它是山林。不是平地这个林,平地这个林当时我们再说 这个可能与满洲以前的族称汉字写作物极可能有关 这个物极当然也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族名嘛 这个等说都有 物极是山林 那个平地上的树林叫什么呢 就是这 不增就是平地上的树林 这叫不增 物极是山林 咱们把这个后边还有两个地儿 介绍一下什么是 不和和跟搭是啥意思 这两个字好了 看这个词我们先读一下 这是发夫夫夫夫 拉哥的 这是 克 俯德赫 俯德赫 这是哒 刚才我说的这个哒是根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根 它只是根部 根部那一片 所以大家真正要用这个 汉字来对异它 它叫什么呢 它叫本 我们知道本是怎么来的呢 是木下面这个 这个部位 一标记 这就是本 本和什么相对 跟末相对 本末倒置 本就是树的根部 末就是树的这个烧部 本末倒置 这就是那个本 那真正的根 就是长的那个根 自然性状上的那个根 叫做福德赫 那么他俩通常可以连用 叫福德赫倒 福德赫倒其实就是根本 比如说很多这个满洲书上有这个 说满语啊 是这个满洲人之根本 你就会说 满洲基尊斯人的 满洲仁妈也福德赫倒 就会把这两个词给抽象 出象了 知道 其实它是根 它是本 根和本 基本都是那个地方 都是在树的下面 接触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这节课讲的草木的词 我们先读一遍 我们先读一遍 读一遍 我们先读一遍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全部内容 也就是词汇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通过这个前边的语音24课 还有词汇的24课 应该说理论上到现在为止 大家就应该已经能够较为熟练的 认读和拼写满门了 而且能够掌握怎么也得百八十个了吧 这个常用的单词 我们下一步可能计划会录制这个语法 当然还得看时间的安排 语法呀 绘画呀 还有篇章的解析 看时间的安排 我们这一阶段暂时就告一段落 我们敬请期待下次会面 好 谢谢大家